敏皮想要找到一款轻薄透气不假白 不刺激还易清洁的防晒有多难 今天敏皮本人偷家底案例 四款据说是敏级天菜的热门防晒 纯属是个人感受 不同意见的 欢迎来battle 第一款威诺娜 防晒值是SPF48 PA3个夹 日常通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质地是这种乳液状的 比较好推开 有一点点的润色效果 但是不会假白 毕竟化学防晒的优点就是清透 但是一定要等它成膜 不然会跟底妆打架 而且冬天我用会有一点点的拔干 干皮姐妹一定要做好保湿 综合指数4.5星 第二款战炎小兰顿 战炎爱度脸的姐妹肯定都熟悉 小兰顿是纯物理防晒 专为敏迹研制的 第一次用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 因为它的肤感好的不像是那种纯物理防晒 一抹就化开了 轻薄透气 不会假白也不会错泥 SPF50加PA4个加 像我在外面拍是4-5小时 基本都不用补涂的 因为物理防晒的原理是反射责外线 只要你不是出汗或者擦拭 就能够长时间的发挥作用 防晒效果还挺持久的 小兰顿里面还有 马齿线 鸡血草 五重 透明质酸等多重直萃 相当于是防晒还顺带给你修复了一下 其实我的脸还挺挑成分的 敏感期和做完美丽项目恢复后 我就喜欢用它 我不理解 这么好用的东西你怎么不做推广 综合指数5颗星 第三款玉泽 SPF42PA3个加 日常是够用的 但是长时间在外还是要补涂个两三次 也是一款据说适合敏激的化学防晒 用的是大绳子防晒剂 不容易刺解性能更稳定 质地也是乳液状的 像是给脸上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但是上脸我个人感觉会有一点油油的 等沉膜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对于我这种急性质来说有点减分 综合指数4颗星 第四款雅样小金刚 同样是SPF50PA4个加的高倍防晒 军训旅游完全OK 用手有点涂不匀 就是有一点那种涂一涂的感觉 有一点点低于我的预期了 但是使用粉扑涂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质地是那种有一点厚重的乳霜 上脸会有一点点泛白 沉膜之后有一丢丢油 油皮应该不是很爱 冬天的话会比较好 夏天的话就有一点点 综合指数4颗星 最后四款防晒的分数都给你总结在这里啦 大家按需种草就可以啦 掰了个掰